大家好 这期节目我们纯属在这胡聊天啊 这期节目呢就说一个八卦吧 因为这两天啊 陕西有个女士人突然火爆网络 就是贾浅浅 那么我们说贾浅浅呢 一般人都不知道 但是说她的父亲 那么年纪稍微大点的人大概都知道 她的父亲是贾平娃 那么贾平娃呢写了很多书啊 其中最出名的一本书呢 就是费都 那是90年代的一本书 写的呢很隐晦吧 当然她中间呢也描写了很多男女之气 所以她在关键时候呢 她都把那个地方呢打成框框 然后她说呀 此处列去多少多少个字 很有意思 当时呢 那是我们年轻嘛 我们各几个坐在一块聊天的 我们说我们要不然这样子 我们趁着她这个书火呀 我们也出一本书叫做费都补仪 就是她移动的那个框框呢 我们给她补上 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做的那聊天的一个笑话 那么这个事呢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评啊 国内的国外的都有 我看了几个人的评论 我看完以后呢 我觉得这些评论呢 都缺少一点味道 啥味道呢 陕西味道 因为甲评王那个书呀 外地人读起来就非常吃惊 你要本地人读那个书你就很轻松 因为甲评王这个人呢 他不会说普通话 他就是讲了那种陕西话 所以他的思维呢 是一种陕西人的思维 他写的作品呢也是那样的 他的那个书啊 只要是有陕西话基础的人 读起来都很顺 所以现在就是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 评他呢 我一听到就很有意思 首先他们把这个甲评王呢 读成甲评奥 那个字啊 实际是个多音字 一般就是读那个奥 突奥 奥 对不对 我们说都没有问题 但是那个字呢 在土话发音里头呢 还有一个音 就是哇 坑坑哇哇 那个哇 实际也是这个字 甲评王呢 他是陕西商洛人 山里头的 然后呢 他出生以后呢 实际他叫甲评王 就是娃娃那个娃 陕西话就是平娃 就叫甲评王 但是他最后上了大学 写了一些东西 人出名以后呢 他觉得叫这个平娃呀 太吐气了 所以呢 他就把那个娃呢 改成了一个有文学范的字 叫做甲评王 实际陕西人叫他啊 还是叫他平娃 甲评王 还是这样叫的 就是发音是不同的 所以呢 我就想 甲评王写书呢 要用陕西话去读 要不然的话读的就比较费劲 包括那个白鲁园那个书啊 如果有陕西话基础呢 你读白鲁园呢 读的也很有意思 因为他里面很多俗语啊 都是陕西方言 所以这个也有一定的低于性吧 那么我就想呢 甲评王这个人呢 他除了费都以外啊 他写了一些别的书呢 也不是很好看 反正就是借着他的名气吧 反正也在市场上卖 但是没有引起像费都那么大的轰动 所以咋说呢 你说他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作家 让我来说一般般吧 除了费都 实际那个书也是赶了一个潮流 打了一个那种擦边球吧 呃 他这个人呢 实际在陕西呢 口碑也不太好 他最后呢 写不出书 就是卖他那个字 甲评王的字 谁那个字呢 写的也笨笨的 但是后来价钱还是挺贵的哟 要一幅字 最后好像也都要成万块钱了 那么我就想 他这个女儿怎么会突然一下算红呢 以前都没听说过 然后我上网一看啊 确实 现在你只要上网敲甲钱钱 那么网上他的东西就特别多了 特别是他的诗 当然以吐槽的巨多 甲评王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他是比较厉害的 他是西北大学的 他的女儿呢 现在也在西北大学 属于教公子弟吧 但是你看啊 他女儿现在也是身单素质呀 是陕西省评王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 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这个地位实际还是挺高的 一看还是挺牛一个人 这个甲钱钱呢 好像是个1979年出生的 现在也算是正当年啊 正是这种年复立长的时候 所以呢 他的诗歌写的也比较多 在各个杂志呢 发表 这里头呢 关键是谁呢 他父亲 对他这个诗呢 有很高的一个评价 他父亲甲评王呢 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 说甲钱钱的诗呀 在各种杂志不断的发表 我偶然间呢 也读到了几首 我感到非常惊讶 他怎么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 那些语言是他们这个年龄的语言 是这个时代的语言 这个评价很高的 他女儿写的这些诗啊 是代表这个时代的 不是说别的时代的 比方说 我们这已经跟他跨时代了 可能就读不懂了 但是人家是当代的诗人呀 写的这个时代非常好 然后呢 我就把甲钱钱的诗呢 我就找了几首 这个大家现在传说的比较多的啊 我读了一下 读完以后呢 确实没有感觉 我就想 是不是我这个是用普通话读的 读出来以后呢 这个没有表达出别人这个味道啊 比方说这个 用陕西话去表达一个东西呢 跟用普通话表达一个东西呢 实际是有区别的 放到诗词里头 也是一样的 你比方说 我们最熟悉的那个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九家何处有 木桐摇指信华村 这是普通话版本的 那么你要把它放到陕西话呢 它就不是这个版本了 它就变成了 清明时节欲啪他 路上行人轮使他 腰温旧家栽二打 木桐一字栽五打 它就变成这个味道了 知道吧 就是完全的意境 完全表达一个场景 但是这就不同了 所以呢 我就想这个是不是 他的这个诗呢 跟这个他的作品一样 要用陕西话去理解这个东西 所以呢 我就让我一个朋友呢 就是他读了一个陕西话的版本 因为江泰公呢 毕竟是半调子陕西话 不是从小在那长大的 那我是接耳班军找的一个我的朋友 是从小在喜爱斯降大的 但是他的这个陕西话呢 让陕西人说 那就成了陕谱了 肯定是没有贾平娃的那个陕西话图 但是我相信 应该跟他女儿的应该是相当的 因为贾平娃的女儿也是西安市长大的人了 那么他应该跟我这个朋友的这个语言的相当 所以呢 我就找了这样一个人呢 把他也读了一遍 那么我呢 把他的这个诗呢 用普通话读一遍 然后呢 后面就附上那个陕西话版本的 我们挑了他的四首诗 大家来体会一下 第一首 我已经没有欲望再住族观望 去他妈的 我摇晃的更厉害 再不知道要走到何处的路上 我向老天竖起了终止 第二首 琴琴喊 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 等我们跑去 朗朗已经镇定自若的 手捏一块屎 从床上下来了 看样子像一个回来的王 琴琴喊 我妹子在个房上霸死你 等我跑过去 朗朗已经镇定自若的 受捏了一块屎 从房上哈来了 我个样子 做像一个鬼来的王 第三首 对面走来一对男女 手挽着手 女的甜蜜的把头 靠在那男人的肩上 但是裙子下 两腿间流露出来的东西 和那男人内裤的气味 深深的混淆在一起 迎面走来一对男女 瘦挽着瘦 女的甜蜜的把啥 靠在我男的肩膀上 但是裙子下 亮腿间流露出来的东西 和我男的裤腿的气味 深深的叫和在一块 第四首 中午下班回家 阿姨说 你娃厉害的很 我问咋了 她说 上午带他们出去玩 一个将尿 尿到人家办公室门口 我喊了一声 我的娘啊 另一个健壮 也跟着把尿 尿到办公室门口 一边尿汗一边说 我们两个娘都尿了 这就是他写的诗 那么大家听完以后 觉得他的这个诗呀 用普通话朗读 还是用陕西话朗读 哪一个跟下诗呢 这实在的 这回写这个诗呀 我现在真是看不懂了 我觉得现在网上啊 给他总结的非常好 就叫回车见分行写作 就是讲话的时候 不停的敲回车见 然后把它分成行 这就成了诗 这真是糟蹋人的 真是糟蹋我们古人 发明的这个诗词呀 说你实在话啊 那个江泰公的 这个唐诗颂词呢 还是比较热爱的 我呢随便背上个四五百首 那是没有问题 那么到现在 背个二三百首 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啊 他们把这个诗糟蹋成这样 还不如把这个现代体的诗啊 就把它废了 你要写 你写成散文也可以嘛 对不对 人最起码读起来的像个文章嘛 然后你再把一句话 又回车见不停的敲 敲完以后你说你是诗 你这样真是的 糟蹋人的智商嘛 所以我建议呢 把这个中国的现代体诗啊 自由体诗啊 就废除 确实写不出东西来了 那你要写 就写那古体诗 或者是现在呢 制定出一个诗歌押韵的标准 因为你是诗歌嘛 要利于表达嘛 就像音律一样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唱歌 大家都能接受呢 因为他是在七个音符之内 这样的不停的排列组合 做循环 他才能有这么优美的调子嘛 对不对 那么我想既然是诗歌 实际在古代的话 他大多数也是为了配合音律 他是有一定固定的美感的 像你这伙不停的敲回车键 那么这个我是不能狗头的 可能也有人能赞同吧 讲到这呢 可能又勾起来 大家对贾平娃在废都里头写的那两句对联的回忆啊 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行 说你不行你就不行 行也不行 横批呢就是不服不食 所以这就是这 因为他爸是贾平娃 所以他的女儿贾浅浅不行也行 这就是老子英雄而好汉 好吧 这期节目就当做大家的闲聊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